散文欣赏 今晚入梦 作者李佩芝 我愿意相信灵魂的存在 我知道 我的生命之旅 始终带着一片祥和之气 那是母亲 无时无刻地在保佑我 留在母亲世界里的 是那个 好强争盛的黄毛丫头 随母亲而去的 是那个爱哭爱笑 评语中常有娇慢 二字的小姑娘 我不知道母亲 喜欢不喜欢今天的我 我现在自以为成熟了 自以为洒脱了 也自以为世故了些 我知道母亲不喜欢世故 她认为世故是一种衰老 前几天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找我 她竟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 她说自己想证实一下 在报上见过的李佩芝 这个名字 是不是她的学生 母亲 您知道我有多激动啊 当我搀扶着老师走出来时 我想起了母亲 只有母亲才会和她谈起我 那时的一个小姑娘的一切一切 记得我第一次想到 北京去大开眼界的情景 那时候 任性的我 也不先征求母亲的意见 就提着行李离开家门 害得她整个星期茶饭不思 日夜为我担心 学校也因为我的旷课 而派人到家里找我 母亲不知如何应付 显出一副囧态 当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时 我几乎彻底地离开母亲 连和母亲说句告别的话 都忘记了 我想 我离开家门那一段时间 母亲不知躺下了多少泪水 母亲最担心 我和婆婆的关系 她常笑着对我说 要学做家务 要尊重婆婆 要和大姑子小姑子搞好关系 实际上 那时的我 除了她以外 心里没有别人 即使宇宙爆炸 我都不在乎 生活中很多事情 往往说不清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母亲 我最后悔的 是不能陪您回一次老家 文革期间 在宝定城里见到舅舅 她泪眼汪汪 说您嫁出去后 从此再也没回过家 我回家向您提起这件事 您听后气不成声 说真想回老家看看 但是 那时候兵荒马乱 父亲无故被批斗 您又有一大堆儿女 要养育 怎么走得开呢 等到父亲远去 儿女都长大以后 母亲的心境 也变得空虚了 她常喃喃自语 这么一大家人 怎么都走了呢 忙碌在各自天地里的 兄弟姐妹 完全忽略了母亲 独居的孤寂 母亲又老是为孩子着想 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她煎熬了一段日子 终于神智模糊 永远离开了我们 对于母亲 我始终感到愧疚 这一生 让她高兴的事 实在太少太少 让她烦忧的事 却太多太多 我们向母亲 所取的爱太后太重 而奉献给母亲的心意 却太薄太轻 母亲 在您远离我后 我才领悟到世界上 失去避风港的凄凉 如今 我已无处可寻觅您 我感觉到生活中 失去方向的茫然 今天 我常和朋友说笑 和同事说笑 甚至和陌生的路人说笑 我尽力使自己快乐 人人都说 我是个快活的人 我知道母亲 喜欢我这个样子 母亲啊 我祈祷在音槽中的您 能听见您小女儿的声音 请今晚入梦来啊 我真的好想好想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